随着美联储再次保证 今年的降息展望 加上美光科技公布乐观预期 带动晶片类股上涨 而社交媒体平台Reddit 上市的首日大放异彩 收涨48% 美股收报50.44美元 都给市场注入强新增 刺激三大美股在星期四收盘时 连续第二天上涨 其中道琼斯指数涨幅最多 上升0.68%或269.24点 收在39781.37点 距离4万点首次不到1% 其次是标普500指数 上扬0.32% 收报5241点 纳斯达克指数同样表现不俗 起了0.20% 以16401点的水平挂收 三大股指齐齐刷新收盘记录 国际油价方面 截至今早9点 WTI纽约原油下跌0.31% 报每桶80.82美元 布伦特原油同样滑落0.29% 每桶报价85.53美元 都新的声音量 优优独播剧数据 优独播剧数据